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还是一个量收的一个整理盘 我已经讲过了 因为没有把握16000点 是不是会在近期突破 如果你认为会 那就会了 因为有些人是永远做多 一万八也看两万 一万二就看一万三 一万五就看一万六 反正永远就是做多 你永远做多的当然什么都会 当然会突破 我讲的是说 近期会不会突破 近期 那如果我没有把握 那我就不预设立场 对不对 那你说会不会突破呢 我怎么知道 你当然不说一定会 因为你做多你偷牢啊 我说不知道 你偷牢的人一定会偷啊 杨明偷到两百多块 你怎么说不会突破 你看三万条你也在看 对不对 我认为不知道 所以我就不赌博了 我就不猜测了 所以在上个礼拜以来 我本来就跟我的会员 也跟各位讲 就是周K线 这个是周K线 周K线嘛 对不对 这边涨五个礼拜 这边也涨五个礼拜 是不是 五个礼拜五个礼拜嘛 那这边是两千五百点 那当然你如果认为说 第二度的灰金北上 也是要直接涨两千五百点 当然也可以 我不反对 现在是涨了一千六百五十点 但是同样是涨五个礼拜 这边涨了两千五百点 这边涨了一千六百点 所以这一波的力量 是比这一波强大 那有没有可能直接要攻上去 直接到一万六千点 就算一万六千点 也不到两千五百点 对不对 这一次大概是一三九八一开始涨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你看这种情况 因为这是高难度的盘 在这边的时候这几天 这个礼拜是这样 这五天 那我在汇环台连线或是告诉你们 我就讲过 你要就防止我这个点 其他的不用 不用讲太多了 这边是一五二六五 这个点跌破 这个教会就会跌破 五二一就会跌破 不然就不会 这个点如果防守住 表示是强势整理 拉回有限 强势整理 它是十日线往上 一直在这边强势整理 强势整理为什么 每次点到一万五千六百点 它就攻不上去了 因为成交量动能不足 而且碰到美国股市 也是指标过的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不会大涨 这个如果没有大涨的情况之下 你台北股市别想涨 那台北股市为什么看起来 还比美国科技股强 因为我们有台积电 人家有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还涨 对不对 今天台积电还涨五块 大概涨了四十点 台积电这档股票今天涨了四十点 那大盘今天呢 今天是小跌 小跌十二点 那如果台积电不涨不跌的话 那大盘就跌五十几点 大盘就会跌五十几点 找盘的时候台积电曾经一度 打到了五百四十二块 五百四十一块 接近平盘嘛 所以那时候大盘就跌了五十几点 是这样来的 那大部分的股票开始在震荡 注意看 这是跌的 这边是涨的 这边是跌的 这边是涨的 很明显跌的股票比涨的股票 多了好几倍 那大盘只有跌十二点 所以你会发现大盘好像没什么跌 可是有些个股其实就已经开始在跌了 为什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因为大盘找不到方向 它就连住了啊 那为什么我们比较强呢 他们比较 对不对 这边也有台积电啊 这里也有台积电跟NVIDIA AMD啊 就是半导体比较强一点 尤其是有关于AI跟NVIDIA AI的 AI晶片的 就是标准的 他们比较强一点 那台积电当然是 ADR是这边挂牌嘛 那台积电是不是AI股票 AI相关股票 当然是啦 所有的AI都要给台积电做啊 它最厉害啊 你这个AMD的NVIDIA 它晶片不是要给台积电做吗 那你现在目前大家最夯的 什么聊天机器人 聊天机器人还要有晶片呢 没办法聊天 晶片那是谁做 台积电做的啊 所以基本上我跟你讲 台积电其实也是聊天机器人的概念股 只是因为它 因为它太大堂了你了解吗 它不会飘 它不容易啊 这太大吃了 你知道吗 但是太有涨 那今天不是公布了台积电的营收报告吗 公布出来2000亿 我是比预期中好很多 因为台积电本身啊 它第一季啊 它已经自己有讲过了 它第一季会衰退 它第一季会衰退十几个percent 第一季啊 只有第一季它们预估出来营收是167亿到175亿美金 一个区间啊 是美金的 所以台币如果算出来大概是5000多亿而已啊 5000通亿啊 当然比去年第四季是一定是衰退的 可是一月份它公布出来就2000亿啊 那你会觉得说台积电第一季不会衰退 错 台积电第一季一定会衰退 保证会衰退 那老师那是不是淡季吗 一月份不是放假吗 那为什么台积电营收还可以创下同期高点 如果这点你不知道 这是你没特色 这个基本面不好 如果你不知道台积电 因为很多大部分的股票一月份不是放假十几天吗 大部分的股票 很多的股票不是大部分 一月份的营收通常会比12月低很多嘛 对不对 那二月份通常就 因为二月份就不是过年嘛 因为一月份是容易春节放假十几天嘛 那时候二月份它会补上来 大部分的公司会这样 二月份会比第一月份好一些 那台积电第二月份这个月会比上个月少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要订策啦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答案 让你想一想 我相信你想不出来啦 基本上这个叫程度啦 那我们台积电 我们这边买442块半买 这边已经做一趟了 讲过了 回撤上升季线买 那我卖在这里 卖的点当然就是当下最好的价位嘛 507到509 算这一段 那因为报股过年我们没有报股台积电嘛 那过年以后就有用条的你 直接上去 上去没有关系啊 我们就上去我们也有别的股票可以操作啊 也没有关系啊 你看这边跳上去 我们就买这档啦 129.5啊 已经卖掉了 这一天卖掉了 买这个啊 对不对 323啊 这边已经卖一半了 对不对 台积电 我们后来也有买啦 买在520 这一天买啦 应该是这一天 522块吧 就这一天 后来我们有买 简会员要做台积电可以买 522块 那我们已经卖一半了啦 这一只不是要大坛了 这一只不会卖一半了 不会占一半了 够减了啦 所以我们这一段的获利跟这一段加起来 也还不错啦 台积电啦 我们没有期待台积电要赚很多啦 因为会买台积电的原因是因为看大盘会涨 我们要证明给你看 就好像在这边啦 我为什么买442块台积电 我要证明第二度贵金北上 442块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确定嘛 又碰到了美国股市下的高档震荡嘛 对不对 我还用KD值这么高啊 KD值一直顿化一直顿化 指数虽然后来又有高点 但是我一个人讲这个一定会回下来的 有没有 这几天都开高走低开高走低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一定要修正的啦 这种东西啊 那台北股市啊 这里是不是相对是低点 你这边14000点是不是要大买股票 那这里是相对低点 是不是大买股票 那这里跟这里一样吗 这里跟这里有一样吗 所以这边是卖股票 这边卖股票 那你看我证明给你看嘛 当初啊 那时候在10月 在11月底的时候 20几号啊 哇那时候不是大盘一直跌跌到12600吗 大家都看坏啊 我说指标背离啊 会涨 指标顿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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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顿化 它一定会弹上去了 所以我那时候做一个这个表格吧 10月18号做一个表格 结果一个礼拜以后 见低点10月28号 25号嘛 台湾光复节的时候 台北股市最低嘛 那时候我举出了这18档股票 我说这18档股票会当先锋啊 会往上冲出去啊 你要卖的不是10月18号卖啊 你一样要弹起来再卖 弹起来再卖 这边有卖点 当初我们都验证啦 那验证以后我说会有再回撤嘛 你要先卖一趟 你那时候台积电这边是写505块啊 对不对 这边是508块嘛 冲上去嘛 10月底你买冲上去卖嘛 压下来再买嘛 那连发科这边是写750嘛 756 最后是756 我是这边就预告的啊 我不是这边才讲的啊 那你看这两趟多漂亮 用台积电来看就最清楚了 一趟压下来再一趟 汇均北上 第一度汇均北上 第二度汇均北上 那台积电我们 如果我认为我有把握 台积电直接会冲560 那我就不会建议我的会员卖一半了 我台积电先卖 请他们先卖了一半了 够够懵谈了 因为我没有把握 如果台积电到560 大盘就是1万6啦 我就跟各位预告啦 虽然只有差十几块啦 但是不是没有机会 如果没有 如果我认为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那我台积电我早就卖掉了啦 也不会买啦 因为我没有确定 我不像其他老师都用赌了 赌博的方式在赌啦 每天都看好 我没有这种 我没有这种观念 我是十字求是啊 我就是看尊重市场趋势的人 那你说他 他是不是 完全没有机会在下个礼拜以后 直接攻到1万6呢 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有困难度 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有一点 未来的1万6会来 也就是说 这个大盘是直接上去 还是下来再上去 只有这两种选择 那我认为 涨了5个礼拜以后 接下来震荡整理 比较有可能是先下来整理 时间整理或是空间修正再上去 那最好的方式 最好了 我是说最好了 但是不是我说了算 最好是回补这个缺口 回到了上升的月线 也不一定要刚好回补缺口 要回到上升月线 也不必然要到季线 到这里来 能够再打下来一次 然后再冲上去一次 那这样就很轻松了 下一次攻上去的力量就会很大 所以有时候股票跌不是不好 有时候股票要跌 主力要甩轿 它才有力量在往上扯上来 就像最近的IP股 之前也是跌了一波 后来就又过高点 那IP股为什么我们要卖掉呢 其实为什么卖 不是突然间我今天说要卖掉 我早就预告我要卖掉了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下 追求梦想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欢迎回到节目下 上涨超前堆 股票没钱没钱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很现实 股票是很现实 你不要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你讲这个真的是 没办法赚钱 就没办法赚钱 航运股不会涨是因为没有成交量 不要一直讲基本面 基本面一定会大幅衰退 那也不是说航运股 基本面会大幅衰退 股票就要一直跌跌不休 也不是这样 你要懂 要有钱股票才会涨 你看科技股电子股 它涨的也是特定 它也不是全部都涨 最主要是涨半导体相关 科技股这么多 那也只有涨这个 其他也不见得有涨 要有钱才会涨 那IP股有没有拿到资金 怎么会没有拿到呢 一趟两趟 这两趟我都赚到 全部卖掉了 我们都可以卖到200块附近 没有问题 我不是今天卖的啦 这一趟早就早就礼拜三 我就跟你讲过要卖了啦 礼拜三就出清了 我礼拜三就卖掉这一趟跟这一趟啊 最高还156 赚这一段 这一段呢 这一段不是IP股啦 但是这一趟我有跟各位公告过吧 我们有操作这一趟 涨这一段 当然我们没有赚这么多了 我们是赚这一段 也超过两成 那这个我们大概赚了超过三成啊 三成多了 这一波也涨了不少 之前这一波涨了四成多嘛 我们就拿到了三成多啊 礼拜三就卖掉了 礼拜三我就卖掉这两趟 我有跟各位报告嘛 那今天是礼拜五啊 那礼拜三开始以后我就一直讲说 那只有资源是IP股而已啊 那其他五档IP股呢 我有跟各位报告 尤其是昨天 昨天是礼拜四 今天礼拜五 昨天我就讲 我在这边有讲 你还没有看了 你没有加入你自己看 其实我礼拜三就已经预告 礼拜四昨天又再次讲 我说今天礼拜五 我要全部卖掉 IP股要全部卖掉 而且我在早上还没开盘前 就告诉我的会员 IP股要全部卖掉 我们看一下IP股 开盘以后马上就刷下来 当然收盘没有最低啦 开盘就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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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盘 这个刷下来就上去 没有最低啦 还有哪一档 IP股嘛 金星科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涨幅多少 获利不错啦 获利颇丰 绩效啦 一段两段 贵金不行贵金不行 你全部卖掉嘛 没关系嘛 老师要你卖掉以后 再飙上去呢 你不用反抗 我们还有其他的股票 我们今天卖掉了这些股票 我们有转进另外一档股票 我非常非常看好 你到TG里面看 我大概有形容它是做什么行业 做什么样的一个业务 我本来是这个礼拜都不买股票了 后来因为卖掉太多股票 所以整堆都现金了 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干脆就叫贵人买一支就好了 今天叫买一支啦 这涨了四成多啊 做IP股票 这支本来很厉害的 这一支也缺买了一支 这一支 这一支又下来也是这样 也会涨的 我在TG里面讲过 就是这一次卡位到聊天机器人的 是这一档 跟台积电合作的我都有讲 这一档跟这一档 还有这一档 有做到AI的 其实具有科其实没有做AI 只是说因为它跟台积电关系密切 我就会跟台 这个礼拜我都要讲这档股票 那创意呢 这个都卖掉了 有这些股票了 我不是每一档都有操作 但是我们就要贵人同步操作 都都卖掉 同步操作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每一档IP股都操作 我们只有做三档IP股 都已经讲过 分组会员分别有操作 可是其他的六档 其他的三档同步操作 所以有的会员它是做别的IP股 我也是叫它卖掉 那这档呢 这档我们礼拜三卖一半 我这个还是看好了 这个不是IP股嘛 要看钱啊 这也就放得比较急 老师啊 你不要下星期要做 下星期要做 下星期要做 我做就好了 要怎么做 你怎么知道要买什么股票 我们来验证一下 礼拜一下 下星期的IP股会不会跌 会不会重挫 我跟你说 我的个性是这样 我卖掉的股票 我不会希望它重挫 我不是像你啦 我不是那种人 我希望别人 我们会员卖掉股票 表示有人跟我们买的股票 虽然我们不认识它嘛 可是我也不想说 他买了以后他套牢啊 再涨我反而高兴 我有贪到好啊 我没有贪心啊 那总不能说 赚了三成的以后 然后报上报下 又报下来又变百搭了 又没赚 那你不太麻烦 那我们把钱拿出来 再去买别的股票 赚别人股票 还不是一样 假设下星期IP股继续涨 假设 那请问一下 表示大盘就是好啊 不然IP股怎么会一直涨 那IP股又涨 台阶链又会涨啊 那表示大盘不错啊 大盘不错 一定有其他股票会竄出来啊 那买其他股票 也一样可以赚钱啊 所以我今天不是 我请会员卖掉股票以后 我不是有进了一档新的股票吗 那新的股票 我有介绍一下 就这边准备 加入啦 你加入这个都没有错啦 对吧 那为了股票怎么买去 没钱 没钱 没钱买去啦 股票要有钱啦 你就听我的就对啦 你经常说基本面不合啦 股票要有钱啦 有钱才会涨 所以要做要做最强股 要做要做最主流 原因在这里 股票市场它会轮动 那现在科技股红嘛 那传长股跟 广场股或金融股 就没有拿到钱嘛 没有拿到资金 它就在那儿了嘛 这很正常 但是列股会轮动 等到科技股 开始做回档 漲都回档修正 不一定要大跌 漲都回档修正 那个钱啊 市场的钱 就会跑去金融股啦 或者是传统产类股 那时候航运股就有机会了 或者是电子股 它也会轮动哦 比如说半导体它进入整理以后 它资金也许就轮到了宅板股 印刷电路板股 或者是其他的股票 其他的类股都有可能 那这样的意思是吗 所以操作上你也不能太急 但是我也建议你 你操作股票 你也不用做30档 50档100档 你不能拌那几百档 买股票买到几本机 那没效啦 但是我也不建议你买一档 你也不要担押一档赌博 所以你把它分上个几档 有的涨得比较快 有的涨得比较慢 就要合理 很正常 这是一个投资组合 了解吗 加入好友 Telegram 153008 超级大赢家 我们现在有一个专案 就是换股的操作 换股操作 专门要操作高价股票 高价股 那高价股一批又一批 那我们IP股把它卖掉以后 等IP股整理 我们未来再来买回来也可以 那我们现在目前把钱 卖出去的股票换钞票 那这个钞票又去买别的股票 那今天买了一档新的股票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有操作的那种问题 打电话到公司来询问 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周见 下周见